就在发展中国家最近开始调高最低薪资 提升劳工权益时 中欧国家瑞士走在世界前端 举行无条件发放基本收入的全民公投 根据提案 政府每个月向没有工作的成人 发放2500瑞士法郎 相等于1万令吉收入 犹如不劳而获的薪资 最终公投结果 78%的瑞士民众否决了这项建议 并认为一旦落实这项制度 社会福利不仅会被典当 劳力短缺的现象也会恶化 百币而无一例 在世界生活指数最高的国家 如果不必工作就有基本收入保障 生活质量会提高吗 非政治团体三年前倡议 政府每个月向成人发放 2500瑞士法郎基本收入 每名孩童每月获得 2625瑞士法郎拨款 也就是2500令吉 就连居住满五年的外来移民 也能受贿 当地星期天举行公投 瑞士人已近78% 大笔数否决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除了担心低收入阶层 失去工作动力外 社会福利遭到剥削 整体经济表现下滑 都是考量点 我认为人们的问题是很大 我认为人们的危险 我印象是 人们会更多质量 如果他们自己质量 比较质量质量 瑞士宪法规定 任何请愿书只要获得超过 十万公民连署就能举行公投 瑞士政府和几乎所有政党 都反对这项倡议 商界和经济学家 都对这项方案不买单 认为将招致大量外国人 涌入瑞士 同时宣扬不劳而获的观念 尽管瑞士人拒绝 被标签为马克思白日梦的倡议 不过提案的支持者却认为 公投结果已经象征胜利 他们打算长期作战 希望七到十年后 能够落实这项政策